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二區 這個部分是針對手工提琴的製作過程 不管是從工具或是材料的部分會做一些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是請我們中心大學藝術中心這個展場的一個工作人員 莫先生來幫我們做解說 那他會先介紹一下這邊的工作桌的一個特色 好 各位觀眾 這一個我想介紹一下這個工作台是提琴製作者 他一個主要的一個工作台 那以這一台來講 他是一個德國製造的一個工作台 他主要的特色是他把這種走程跟那種木器做一個整合 所以說這樣的技術還蠻特別的 那另外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那種 一般他們製作提琴提琴夾上去以後 在這邊跑那個提琴的厚薄度 對 所以說這個是他跑的工具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洞 他其實利用這樣的工具把 利用這樣的一個鋁合金的柱體 把那個提琴可以固定住 然後來做他們怎麼樣來一個施作的一個方式 好 那請接著我們來 不好意思 幫我講一下這四張 那這是在牆面上的這四個那個圖 就是那種一般來講手作提琴 以他們提琴界來說 他們會以那種越古老的一個琴 它越有它的一個價值的地方 像一把琴的話可能在市場上拍賣收藏價 可能都以上億台幣的一個價值 那這四把古琴的話分別就是 這四把古琴分別就是說 以他們手工提琴界蠻知名的一些那種 國外的大師做的作品 對 然後最最古老的是這一件 它比較特別它是191566年 那距離現在大概有將近400年的一個歷史 那由這種提琴的話也可以看得出他們當時的那種時代的背景 還有一些做法這樣子 比如說那時候他就用樓花還是一些那種 有一些其實很明顯 那其實是黃氏在用的一個東西這樣一個提琴 好 謝謝 好 那請接著我們來這一區的話 首先我要介紹說提琴的那個木料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木料 它為什麼放在提琴製作木料區的第一塊 這個叫做鳥眼蜂木 像鳥的眼睛有一點一點的有沒有 那其實它這個是樹木啊 它在成長蜂木啊 它在成長過程中長出了類似有一種病變 可是它又不影響它木材的一個材質 那我們可以實作來摸摸看 其實它這個一點一點是摸起來是完全沒有顆粒狀 沒有凹洞的 它其實是平整的 所以說它做提琴的那種背板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材質 然後我們緊接著看到這一個 請問一下這個看起來是平的 是這個東西磨平了磨了以後變成這樣嗎 來我跟您解釋一下 那我們從這邊來開始講 那一把提琴來講啊 它其實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是前面一個是後面 那這個前面的話 因為他們從古代做提琴到現在啊 他們測試過任何木頭 木材 什麼木什麼木 都有測試過 那最後得出結論就是 前面呢 用雲山 雲山來做 做提琴的前面 那後面的話是用蜂木 所以說 像這個的話就是那個雲山 雲山的話就是做提琴的前面 然後他一定是利用那種 因為他要講求一個對稱 然後音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會先把蜂木啊 這樣湊成一個板子這樣 就是您剛剛看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蜂木提琴的前面 就是前面 對對對 就這樣湊成前面 啊後面的話就是蜂木 蜂木的話就是可以 可以這樣子直接來 施做一個形狀這樣子 那以 以那個 這一把來講 如果說做小提琴的話 他應該是可以做到四到五把 喔 你是說要加到厚度 對對對 以他的厚薄度 然後以他的一個狀況來講 他可以做到四到五把 所以這是在前面的 這是在後面的 這是在後面的 蜂木 對對對 啊這個還是前面的 這種拼的這個還是前面的 相對你看後面那個就是蜂木 是 那我們可以看上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有沒有 上面 他這邊有寫 他的這個就是雲山有沒有 就是你講這個 他是用這個就是 他的前面 前面是用蜂木做 啊後面的話 背板跟琴頭跟那個側板 就是後面那個蜂木下去做 對 那我們再來看這邊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那個 小提琴的那個製作工具 嘿 那其實說 以這一次展覽來講的話 那種 林電威老師啊 他其實對這種工具啊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其實他這個工具啊 他其實是 他這樣有點像是 聯合國他會 根據他的經驗啊 來決定說 什麼工具啊 哪一個國家的產生的工具 對他來做提琴是比較幫助 比如說 我們這個刨刀有沒有 這個鏟刀啊 他一定是找瑞士做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瑞士那邊的鋼材啊 他在挖那個提琴的那個 刨的時候啊 他其實比較不會斷 他這個 所以說 他以這個刨刀來講 他是找瑞士做的 然後另外這一個啊 這一個的話是那種 萬象工作台 他下面有個圓球 可以等於是說 他們把提琴的面板固定住以後啊 他可以利用他各個角度啊 下去來做那個提琴的一個絲做這樣子 對 然後 這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其實 這些工具啊 各個國家都有 那以這一個 這一個來講 這個是 側板的那個曲度的一個工具 他利用熱的原理啊 把那個側板 那種加熱變成一個圓弧形 所以說那一個的話是那種 算是熱 利用熱的原理把那個 就是 側板啊 這一片片這個啊 塑造成提琴旁邊的一個圓弧造型 那其實 剛開始學做這個的啊 那種失敗率都非常高 因為你那個側板呢 那一個側板呢 一般來講提琴 最薄的部分 只有大概 0.1公分左右而已 對 所以說 很容易失敗 沒有用就斷掉了 對 然後這個是刨刀 就比較細緻的部分就是刨 刨的比較圓滑這樣 那我要介紹一下比較特別 這個是 這個叫麻尾草 那 麻尾草的話啊 一般市場上做手工提琴的啊 他有點類似沙子的功能 那為什麼要用麻尾草 因為透過麻尾草啊 來磨那個提琴的面板啊 他可以讓那個提琴的面板的那種 毛細孔不會 就是那種 他木頭的那個木紋質感啊 不會完全被磨掉 所以他必須用這種天然的材質來做那種 那類似沙子的一個作用 對 然後這個是提琴周邊的那個固定 固定的那個 固定做的使用的一個工具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那種 那種 做手工小提琴的一個那種 一些書籍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一把琴啊 一把小提琴有沒有 他其實 紙板的部分啊 他這個的話他是 選用非洲黑毯 就是說 他在按 使用者在按的那個 紙板啊 他是用這種非洲黑毯 他的硬度最硬 所以說他很 蠻耐人長久這樣下去使用 對 然後這個就是琴巧 小提琴的當然原理啊 其實就是利用這種 你在拉的時候啊 拉的那個弓啊 他上面其實是麻尾 那麻尾的那個 他一般使用者他會磨那個松香啊 那松香的話其實是讓那個 麻尾的那種 類似我們頭髮的那種毛鱗結構啊 他整個立上來 所以說會增加他的摩擦力 然後產生那個 因子 然後那個因子的話就是 透過這個琴 所謂琴的橋啊 傳導下去那種琴箱裡面 產生共鳴 那這個就是那個所謂的琴 琴 小提琴的琴橋 那我們緊接就是 這邊的話其實也是那個雲山的木料 那這邊的差異跟剛剛比較不一樣的話 剛剛那邊一開始進來的那個雲山的木料啊 跟這個 剛剛進來的那個木料啊 其實是比現在看的這個還高級 因為剛剛那個木料啊 那如果說剛剛你看仔細看畫面 他的木料上有一些那種 一些特殊的紋路 那他們提琴界製作叫做 把它稱作叫做熊爪痕 熊爪痕的那個雲山木料啊 跟這種比較一般的木料來講的話 其實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他在展成的時候 因為那個蜂木吸收的營養效果比較好 所以說他的木質的那個結構 會比較理想來做小提琴 那這個的話其實 其實一把一根蜂木像下來啊 大概一百顆裡面啊 可能只有大概五顆啊 有辦法來做那個小提琴 其他大概九十五顆那個 不好意思是雲山啊 那大部分都是做乾琴來使用 然後都是千家萬選才選出那個 來做小提琴 那我現在要介紹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我們小提琴啊 剛剛一開始有講到說 古琴它大家迷思就是說 它的琴上面的那個漆料處理啊 會影響到它的因子結構 然後這些你們現在造的這些 琴怪狀的東西啊 其實它都是那種樹脂 它是那個小提琴上面 上面的那個表面處理的那個 原料它是樹脂 樹脂的話它其實是 在古代教授手工小提琴 它其實是不傳之密啊 就是說它能夠做得那麼棒啊 其實通常這個原料啊 他們是一般不太會跟人家講說 它的配方怎麼樣 通常都是徒弟自己去摸索 所以說很多都是失傳 對 這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的話叫做 這是那種一種 俄羅斯淡水魚的膀胱 魚的膀胱啊 它要用這個做什麼呢 它主要是用這種魚的膀胱啊 來做那種膠 動物膠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一把小提琴 你看我分前板 背板 側板 還有那個 那個 各個結構有沒有 那其實它結構 跟結構間是比較黏住 那黏住的話 它就必須要用這種動物膠 為什麼不用現代的那種化學白膠什麼 因為 以提琴來講 一把提琴製作出來啊 我們如果是用那種一般的白膠啊 化學成分的膠 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毀損 因為你如果黏住以後啊 久了以後啊 你要修復還怎麼樣啊 很多髒東西的話要修復 要拆開來清啊 那很容易就因為那些化學膠 導致那個琴的木料啊 就裂開或是斷掉 所以說 好的自行師傅 他一定是用這種 純天然動物膠啊 來做那種提琴的黏合的一個作用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它的一個染色劑 它叫做那個嵌草根 它用嵌草啊 是一種植物 它會把那個提琴 你們看到啊 那個提琴為什麼會有那種木質的那種 深色的一個感覺 它其實就是一些染料 天然的染料來做一個染色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也都是樹脂 我要講這個比較特別啊 這個特別的話是那個 這個叫蟲片 什麼是蟲片 蟲片的話它是一種蟲啊 它專門吃樹脂的一種蟲 那它吃完樹脂以後啊 它透過它身體的一個機制 然後排泄出來的東西啊 那我排泄物 然後經過那個萃取啊 變成這樣一片一片啊 那這個是有 等於講白了 它跟其他樹脂哪些不一樣 它就是有含一點動物性蛋白質 那為什麼要有動物性蛋白質 因為我們木料 木頭啊 其實它有一些天然的毛細孔 它的孔隙啊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是 要利用這種蛋白質的成分啊 來填補那些毛細孔 那一般的話 其實這種材料非常的貴 這種原料非常的貴 那一般的話也用 大部分是用那個兔子 兔子的那個皮啊 來做這樣一個 一個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這個蟲片其實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原料 然後以下這一區介紹就是那個 因為林電威老師他做手做提琴之後 他有收了越來越蠻多學生的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純粹就是展示他學生做好的作品 然後緊接著是 然後再加進去 也不會有一個人 呢 我們可以去調校 我們就用一個人